如果婚姻给你带来的都是痛苦和煎熬 那还不如放手 有些爱已经到了尽头 好聚好散吧 下面这几种婚姻中 纵两条以上没有必要在一起 一,没有信任,相互猜忌 夫妻相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信任 如果婚姻剩下的都是猜忌,没有信任 那生活是无法继续的 整天疑神疑鬼 他怀疑他有头绪 他怀疑他对感情不忠 这样的婚姻像是盖在沙滩上的城堡 随时可能会坍塌 二,三观不合的感情 夫妻通过沟通和交流 感情才能升华 当夫妻二人出现三观不合 你的观点他不认同 他的看法你不屑一顾 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你们没有共同的目标 言语和思想不一致 这样的夫妻在一起真是煎熬 三,物质条件差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虽然说感情不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但两个人一起生活 没有钱寸步难行 两个人会为家庭开销 孩子的教育费用 男方嫌弃女方花钱多 女方嫌弃男方赚得少 家庭争吵不断 周阿富士影响夫妻感情 四,妈宝男 千万不能嫁给一个妈宝男 大事小事全部要征求他妈妈的同意 这种男人仿佛还是他妈妈墙堡里的婴儿 整天满嘴都是问问我妈 听听我妈的意见 嫁给这样的男人 试问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似乎你们的夫妻感情 完全是他妈在远程操控 五,门不当户不对 古人都说夫妻要门当户对 可能在恋爱中感觉不出来 但婚姻由彩米油盐 日常琐事组成的 当两个人的观念不同 受教育程度不同 生活中的摩擦自然会多 积少成多 婚姻肯定会受影响 六,无性婚姻 实色性也 人之本性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性 都说夫妻越睡越爱 当夫妻性生活缺乏 或者一方满足不了另一方 常使以往就会出现一方出轨 婚姻彻底走向灭亡 七,夫妻分床 都说小别胜新婚 但是如果两个人长期分床分居 猜疑物会矛盾就会出现 一方独处惯了 就会渐渐地对家庭 对另一半的责任和忠诚 逐渐降低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婚外情 那边就会出现婚外情 都会出现婚外情 这边就会出现婚外情 最后就会出现婚外情 军营炙的婚外心 出现婚外团 下来就是婚外团